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微电子工艺是讲什么的 所谓工艺是只将原材料或半成品加工成产品的工作方法和技术 那么微电子产品又是什么呢 这是手机 电脑 机器人 它们的核心都是由半导体集成电路和分离器件等组成 也就是微电子产品 而硅集成电路占到整个微电子产品的90%以上 因此 我们这门课就是介绍硅集成电路制造的工作方法和技术的 我们来看硅微电子产品的生产过程 这是规定 进行切割加工 制成硅片 经过20-30个工艺步骤 然后 形成集成电路或分离器件晶圆 对晶圆上的电路 器件进行测试 标记出不合格芯片 滑片 成为单个芯片 进行封装 就得到成品 最后进行成品测试 得到合格产品 这20-30个工艺步骤 就是芯片制造工艺 不同的芯片产品 工艺步骤不同 将工作内容近似 工作目标基本相同的 单元步骤称为单项工艺 可以把芯片制造工艺分解为多个单项工艺 不同的产品芯片制造工艺 就是由多个单项工艺 按照需要 以一定顺序进行排列 这个排列就是工艺流程 这是一个双极型晶片 它是典型的分离器件 它的制造工艺有代表性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NPN晶片晶片的工艺流程 有9个工艺步骤 一共是5个单项工艺 一次外延 一次氧化 四次光刻 两次参杂 一次参棚 一次参林 一次金属化 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而成 集成电路芯片工艺 与分离器件工艺的一同 集成电路 是将成千上万 甚至十几亿个晶体管 电阻 电容等元件 都制作在一个半导体芯片上 实现某种电路功能 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工艺 是在分离器件工艺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同一单项工艺 如氧化 光刻 掺杂等工艺 它们的工作目的 原理 方法 设备 都基本相同 但是 集成电路 要求会更高 集成电路 与分离器件工艺上 最大的不同 一是必须有 隔离工艺 二是金属布线 互联系统工艺 集成电路的全部元件 都在一个半导体芯片上 因此 原件之间必须进行电隔离 原件与原件 得按照一定规则 用金属布线连接 才能构成电路 此外 集成电路芯片工艺 比分离器件芯片工艺 要复杂得多 接着 这是电路芯片工艺 通往 湿连接 这是电路芯片工艺 你的内型和